大家好,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帝王掌握着朝中大臣的荣誉与生死 即使深谙帝王之术之人都未必可以一直得到宠幸 更不要提那些不会涡旋于朝廷斗争中的人了 人际关系是一门值得探究的学问 在古代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当年汉景帝请周亚夫吃饭 为何因为一双筷子就要除掉这位德高望重的宰相呢 周亚夫是汉景帝时期一位有名的将军 他之所以能够跃居宰相之位 全然凭借的是自己的努力 他曾短时间内平定气过之乱又击败匈奴 周亚夫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将领 而军队纪律十分看重 严格执行作战计划 为人有条不紊 即使是在面对汉景帝时 也要求他严格遵守军营的规定 这其实是一个有利又有弊的性的特点 利的是他在军队树立了无人能及的威望 大家都臣服于他 弊的是汉景帝担心他此后可以随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从而产生叛乱之心 所以汉景帝封他为宰相 一部分原因在于有意牵制他的兵权 但是对周亚夫这个 在沙场上征战多年的大将来说 官场上的那一套他实在是吃不消 无意之间就得罪了很多人 慢慢的周亚夫的政敌越来越多 如此一来就很难在朝中真正安身立命下去 再者不管汉景帝做什么决定 他总是持反对意见 每每都把堂堂一国之军弄得很没面子 所以汉景帝冷淡他也是情理之中了 以至于最后直接让周亚夫去束手边疆了 也不见为敬 但没几年这位皇帝就开始想起周亚夫的好了 于是又让他回到宫中辅佐太子 本着想要试探周亚夫的原则 以此和景帝特意大赦宴席并邀请众多群臣 周亚夫就是其中一个 史记中对此有过一段详细记载 请知景帝居敬中赵条侯刺识 独至大字无切肉又不至拙 调侯心不平故为上席取拙 景帝视而孝曰此不足君所乎 调侯免关谢 尚起调侯应屈出 景帝以目送之 曰此样样者非少主臣也 汉景帝给了周亚夫一块肉 但是却为给他筷子 如此一来 周亚夫便认为皇上这是在故意羞辱他 于是找太监要了餐具 吃完招呼不打就直接离开了 所以就有了汉景帝 因为一双筷子处死周亚夫之说 周亚夫乃一介无夫 哪里会懂得汉景帝这般谜语 最后汉景帝只单单说了一句 这样的人如何能够辅佐少主呢 回到这句此不足君所乎 我们揣摩汉景帝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 你今日记得这番荣耀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之后周亚夫又不合时宜的免关谢 只是摘下帽子称罪就直接离开了 在汉景帝看来这就是大不尽的表现 也发现他还是老样子 没任何表现 在面对自己时都已经这般了 日后谁能料到他会在年幼的新君面前 会做出什么更不合理法之事呢 只能说周亚夫死的冤也是在意料之中 碰上汉景帝这样一位脑回路无限长的帝王 不会随机应变实在不行啊